又來到逢星期二都有這個環節教你做師傅 當然不少得還有我要做股神的創辦人施惠藝家 Grad 有請 請 請 請誰好呢? 就是請特朗普收手 請他走開 放過我們一馬 其實現在似乎是事出突然 和中美貿易的爭端有所升溫 你見昨天環球股市就急跌下來了 還完基本步 究竟現在個個開口埋口都說 貿易戰怎樣打?貿易爭端怎樣解決? 不如我們重溫一下 事情的起源和究竟為何會發展到這個地步 其實我們都需要知道貿易戰的解決是什麼 因為我們如果明白了 就不會覺得這麼多爭端是很惡然 其實都應該是所謂的共和黨 就是所謂鷹派的一些很小的策略 之前的鷹派就是喬治布殊 其實做的策略都是所謂的爭端性 爭議性比較高的 但是我們明白了 其實都是大家想著怎樣賺錢 就是你開一間salon在中間 旁邊又開一間salon 大家就會出來談 有時候不談的鬥減價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其實每個國家都是最主要是說生意 而我們本身投資者或者國際人 看一個國家 最主要看的就是GDP 我們先明白這件事 GDP就是國民生產總值 有很多代在裡面 包括government spending consumption 即是內稅、投資 以及最主要就是有些 import和export 我先寫著簡單 import和export 其實最主要就是一個國家 能夠揮真銀 就一定不是import 因為import就是入貨 買貨、進口 進口就要付錢 你說我有最新的iPhone 很厲害 不厲害 你沒有了錢 export其實是最厲害 因為你是賣東西給人那個 但是你收就是收真的現金 那你逢你賣東西的product 一定會壞、會爛、會貶值 其實賺錢是最重要 那我們就簡單地說 如果我們看到這個數是import 即是溫股資深 import大過export 那其實就代表它是逆差 那就是它是虧錢的 那如果反過來 它export 即是賣東西 多於買東西回來的 就叫順差 那所以呢 現在就在說兩個 比較全球兩個大國家 做例子 那其實呢 我們看到美國 就是逆差國 美國 是的 那順差國呢 就是中國 那所以你看到很多世界的工廠 都是順差國 就是其實 賣東西 多於買東西回來的 那其實很主要的 我想整個世界 都不是你買就我買 就是零和 所以一定有順差國 有逆差國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 美國這麼多年 都是逆差國 然後呢 其中的原因 令到它不斷的借錢 其實是掛不到數 那個debt to GDP ratio 其實是說 差不多100% 那就是呢 國民生產中要100 其實我借人100元 那所以這個就是 那個貿易戰一開始的爭端 而不是現在特朗普的問題 更不是喬治寶樹的問題 是很久很久之前的 譬如80年代的廣場協議 講著鴉片戰爭 其實一模一樣 整個道理是這樣 不過如果說到貿易戰 當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不是新事 它都纏繞了我們 就是大大話 如果由特朗普開始 其實這兩年 都是有和沒有有和沒有 就是加不加關稅 跟著談得完 談不完 已經去到超過十輪的 一些高級別的磋商 都還未搞得到 正如師傅所說 其實就不是一些新鮮事 因為就是 如果看回日本過往的例子 就是跟美國 都是搞到 一鍋抱 都叫做 就是這些爭端問題 就是七幾年開始 日本一鍋抱 是的 然後就變成了 日本就是進入這個 迷失的二十 或者三十年都好 問一下Grad 其實現在事態發展到 即是特朗普的角度 或者美國的角度 都會覺得 好像有存在一些不公平 其實有沒有辦法解決 其實都有一些辦法解決 其實我給大家一些數字 去看一看 其實我們看到 剛才說過 美國整個國家 每個月都是損失 即是貿易逆差 每個月都很大的金額 其實我們看到 其中 中國 這裡 中國 是主要元兇來的 主要佔了三十一個 billion 其次是墨西哥 墨西哥 墨西哥 是十個 billion 其他打後就是加拿大 德國 日本 當你知道這個道理的話 你會看到 這麼巧 跟特朗普追蹤的名單 其實他在2011年已經說過 然後上任前已經說過 一定會針對哪個國家 其實這個名單 跟這個貿易逆差的名單 是順次序地去攻擊的 我們看到 反而 美國的順差 他整體是負數而已 但他還是有賺 即是有些 給他錢的人 他還是有些數 不過是小數 其實 講一些順差國 美國對哪些順差國 其實就是講香港 大家不知道 香港是第一個 雖然不多錢 不過呢 即是香港是給他錢 即是香港 這個地方 很多買美國貨 其實他對香港的 net export 是有一個錢賺的 其次就是荷蘭 新加坡 澳洲 澳洲值得留意 你看到他不會打澳洲 雖然我們知道 這個數字不改變 如果特朗普一日還生存 又或者是共和黨 其實都 比較少會攻守 可能是頭兩年上任 會攻擊 後面上任 可能我認為會舒緩一點 但事實上舒緩一點 但現在又出手了 那怎樣救到呢 其實貿易戰 有很多的做法 其中一個可能是 大家耳熟能詳的加關稅 第二 有些可能就會去世衛 又或者去其他的組織 去投訴 你的產品不准進口 其實很多的環節 在說你賣我賣 那是誰需要誰 譬如中國 這麼多農田 其實大家研究一下 其實不可以每樣都種到的 其實它種得 買來又種不到大豆 所以大豆就要跟誰買呢 世界可能是墨西哥 和美國 但最重要是玩哪一樣 如果我跟 美國買本身我要的 可不可以我跟美國買之餘 順便 所謂叫做 拗一些 別的 deal 回來 譬如我和你買大豆 不如你又和我買 買其他東西 電子東西 其實這個貿易戰 就可以是 這麼多不同的玩法 我們想得通的話 其實最重要是做生意 其實我和你做生意 譬如我買這個東西 有沒有其他東西買呢 否則我們就關你關稅 所以這個都是很久的事 也完全都不是新鮮 只不過它發大甲額 又有Twitter 現在又有社交媒體 令到好像很密 其實就是 intensity差不多 你說到很密 真的 它在宣佈每一個進程的時候 有時就是 為何會令到投資市場措手不及 真是太快 整個事情 如果單算是特朗普 開始出擊 這個中美貿易戰 其實那個戰線 已經已經拉得很長了 有個時序表當中 Greg覺得 哪幾個時間 是特別出了事 令到現在的事情 可以說是很難去做一個很簡單的決定 其實有幾樣東西 我們現在去到貿易戰 今天說的是 其實是有些 terms 叫做list three 就是我們有第一個名單 第二個名單 和第三個名單 這三個名單之前 其實有夠的 說的是去年年初到的時候 去年四月的時候 其實說和中興說間諜 其實中興間諜已經不是第一次說的 在奧巴馬時代已經說過中興間諜 大家玩股票內 你記得的 他拿回這件事 就可能覺得 中興間諜就這麼大 這個小孩子 把他的手抹到這麼大 整個胸塘給你打下去 你不窩他一槌嗎 所以他就可能拿出來再爭辯 但結果 其實六月七日 中興是 就是決定 決定 決定 他 特朗普 就是美國那邊 給他的條件 包括罰款 派一些管理層 坐在他那裡 讓他沒有偷東西 但是最後 其實都搞和了 最後去到第一個 list 其實就是在這個六月時候 其實就會有 announced 七月六日會第一次的貿易戰 我們熟的二千億個方案 中國又還手 順便就會說 你還手 我再給你 list 2 list 2 其實就在8月23日執行了 23日執行了之後 其實就有 list 3 講的是1月1日 1月1日就生效了 結果談好數目 退後三個月 其實現在說 5月10日 正式推出那個 list 3 其實就是 之前去年 講的那個 那個名單 現在就將會 將這個 list 3 就由10% 調到25% 是說這個原先 1月1日生效的 list 那其實 我想 大家明白多清楚 千算萬算 其實你都 好像猜不到它出現 我也猜不到 但是 我又忘記了 其實每次會面之前 他都會做一些製爪 就是阿偉阿薪偉 然後拿一些籌碼去跟你談 這個我自己都放輕了 因為大家都可能被金仔 就是金仔 射導彈的影響 但是其實他們在講會面 然後他後來就講到 上星期講到 如果見完面之後 特朗普的人親自再見面 我也還揣測到 就是看你談成怎樣 然後大佬才出場 但是結果就是 他出場之前 一樣照一貫作風 就是他押了身位 我現在加了關稅 你想解決它 那你要是變成 Please我 就是你要去開會 和我講 你有什麼好處 告訴我 如果不然就加 他就加了 那跟以前的 談論的方法 就有點不同 那大家詳盡可以去 上網研究 有兩種 投資方法 特朗普那種 就是不理你這麼多 我做了一堆東西 要是你要盡你全力去拆解它 要不然呢 我站在那裡 一定會開會 這個List 3 所以大家 事態發展到現在 不過我也想問問師傅 最後了 就是現在大家在看 爭端最後的解決 是不是簽得到協議 就代表沒事了 最終其實就是當協議 能夠完成的話 是不是代表著 中國就已經 會成為一個輸家 其實事情 就不一定這麼說 其實中國 都很多方面贏了 大家做研究 要看英文 美國的報道 也都要看中國 一些文章 那你可以兩邊 批判性思考一些 那說真的 其實在這些 其他談不到的範疇裡面 講的是 技術的轉移 批判性思考這些問題 其實中國 都還有很多東西 可以去運用到 但是 不只是金錢上面 去贏到 現在美國官員都說 特朗普 你只是針對出口收關稅 很多深層的層面 你沒有解決 其實 就不能夠在 短短的任期解決 希望 先見一關過一關 希望 不要做到贏了一場交 但輸家就成為了我們 大家繼續留意 事態的最新發展 下個星期二 繼續有教你做師傅這個環節